白化佛法 白化佛法 今天我们有十几分钟的白化佛法节目 现在社会节奏太快了 压力太大了 有时候很多人根本来不及想象了生命的意义 和人生的期盼 不知道在繁华的快节奏的生活当中 应该怎么样让自己真的保持一种心境的豁达 其实他不知道因为人的一生 你的道路 一种选择会影响到你的人的一生 如果你选择错误 你可能一生会觉得自己很错误 如果你选择某一时期 一点错误 可能会影响你一段的生活 所以过去我们都有做错过事情 就是因为属于凡夫俗子没有能够认清世俗的尘埃 所以我们迷失了方向 迷失了方向 你就找不到自我 找不到自己 那么在现代社会当中 你究竟说学佛学佛 佛在哪里啊 那个净土又在哪里 很多人天天在家里 痛苦的时候就在想 佛啊你在哪里啊 我求你你又不见 净土到哪里啊 我真想一个人清净一点 什么烦恼都没有 我哪怕什么都不要 我要清净 这时候你才会慢慢的发现 净佛的出现 净佛就是干净的佛性 就是在你的心里内心 其实我们人啊 在一生当中啊 要怎么样懂得 这个世界一切都是无常的 红颜易老啊 青春难住啊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没有天长地久的 我们的相貌在变 我们身体在变 我们的精神在变 我们的意志都在变化 时光的脚步 我们有时候根本不能保持啊 自己的青春常在 所以有时候我们 经常在自己的失败的这种梦想当中啊 和自然的这个规律啊 在抗争 平民的认为自己啊 这个这个不老啊 我能够啊 这个这个啊 这个助言有数啊 我能够保持自己的容颜不老 其实大不了就是延缓 衰老的速度啊 怎么可能不老呢 而真正不老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美德呀 人格的美呀 心灵的美呀 你去看你们妈妈 如果从小把你们养大 一直不为自己为为你们 你看你妈妈在你们心中会老吗 妈妈满脸皱纹 你还是这么爱她 啊 这才是心里的美呀 所以我们为什么 看看菩萨不动 但是我们为什么这么爱菩萨 菩萨在我们心中呀 啊 菩萨已经达到了 啊 对每一个人来说 啊 我们的本性和良心当中 拥有的一种觉悟啊 啊 所以 很多人 啊 都不知道佛这个字是什么 佛就是觉者呀 和智者呀 觉悟的人呢 那对不对呀 什么叫觉悟啊 觉悟就是能够分辨 啊 真伪啊 啊 懂得明理啊 啊 实际上我们 觉悟是什么 就是你 你还在 师父曾经在白话佛法当中 跟你们讲 师父就是一个闹钟啊 你们在五一六层当中都在睡觉 没醒啊 根本找不到自己 自己到底在人间干什么 我这个闹钟把你们唤醒啊 唤醒你们的觉醒 唤醒你们的悟性啊 啊 让你们觉悟 让你们智慧圆满呢 啊 想一想 这个佛陀 到人间来 不就是要唤醒我们的 啊 对这个这个 心性和本源的这种觉悟吗 师父就是学的佛陀啊 啊 啊 想一想 啊 这个 我们 这个 佛陀的年代是 这个 应该是公元前五百六十六年吧 啊 啊 到前前公元前五百六十年和前四百八十六年 其实佛陀跟孔父子是应该是同时代的人 啊 佛陀有三十二相好 这个八十种好三十二相 也就是说佛陀的庄严之下是无可挑剔的了 啊 所以 我们经常讲 菩萨 你看到他你就能够想到菩萨的这个智慧和德能 你看见菩萨你就会去除烦恼 比方说很多人 啊 在人间苦得不得了 跑到跪在菩萨那里马上就 啊 哭啊 哭啊 菩萨你去了解我了 菩萨你知道我怎么怎么 你跟菩萨一讲 突然之间你脑子就会有一种 啊 另外的菩萨的意念就会出来 这种意念是什么呢 这种就是菩萨给你的啊 这个 我们说回答 啊 因为他已经在你的意识当中 形成了 啊 一种 伦理 形成了一种道德的规范 在你平等心 在你 十悲心 在你的本性当中所流露出来的一种 悟性 啊 你就会自动的去 明白和抵制 人间五一六成对你的伤害 啊 所以 孔老夫子也是讲到的 啊 伦理道德思想 啊 就是告诉我们 啊 要超越 啊 超越 社会的 这个 这个 这种五一六成的观念 啊 当年孔老夫子也是叫我们要 啊 这个 出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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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是跟着他去啊 这个 周游列国去 去去去 弘扬这个中华 这个鲁家教育 啊 这个道家的思想 出离家庭 其实就是跟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和鲁家伦理道德的这个观念呢 这个这个啊 这个对他的一种啊 摩擦产生的一种啊 抵制 你看看过去封建社会对女性 她受到多少的制约 让很多啊 女孩子这个 这个变得非常的痛苦 啊 所以道德观念的成熟啊 有一种啊 道德的学说 所以道德的学说是什么呢 就是怎么样来啊 形成啊 鲁家思想 宣传忠孝观念 啊 但是呢 又不要受当时的封建社会的那种约束 那么这就是佛家讲的要认清生命的本质了 对不对啊 啊 你如果能够认清生命的本质的话 啊 你就会对佛陀 释迦牟尼佛 我们对 人生和宇宙做出的解释 那就是啊 是圣地啊 八正道啊 是而因缘呢 啊 你就会慢慢理解了 哦 原来人生是苦啊 而人生的痛苦是多方面的 身体苦啊 对不对啊 追求欲望而得不到啊 还有社会环境带来的痛苦了 还有嘛 冤政会啊 求不得爱别离啊 啊 还有自然环境带来的痛苦 还有天灾人祸 啊 台长曾经跟大家讲过 对不对啊 911的时候有一个啊 这个经历在上面火已经烧上来了 他知道逃不过了 他最后打了个电话给他妈妈 啊 这个调查局从电话号码上查到了他 啊 给他妈妈打了个电话 想了解当时那些人在上面知道些什么 结果就问他妈 找到他70多岁的妈妈 妈妈一直含着眼泪不肯说 儿子最后跟他讲了什么 那调查局就告诉他 你的孩子最后跟你打通了这个电话 因为很多人都没打通 他的手机打通了 我们非常想了解最后 你孩子跟你说些什么 对我们调查整个啊 这个一些大楼的当时火灾啊 人的心理啊 还有一种啊 事实啊 很很有帮助 请您要告诉我们 他妈妈一直不讲 啊 到了最后啊 这个这个这个 他们那个联邦调查局 用了大概两个多小时 妈妈含着眼泪说 他说啊 他说了 他说 妈妈我爱你 啊 我很舍不得你 我平时对你关心太少 这就是我们 人间的痛苦 这就是我们啊 这个生离死别的痛苦 其实这种苦 在我们没有认清生活的本质的时候 我们都是啊 就是在探索当中 当你认识到生命本质 生老病死 啊 这个求不得 爱别离 啊 这些苦啊 真的是 揭露苦海 所以 人生在这个世界上 就像在苦海当中一样 啊 所以人生哲学 实质上可以说是 啊 我们学佛人应该懂的是苦的哲学了 啊 所以佛法就是让我们在这个苦的一生当中啊 怎么样来消灭它 啊 消灭这些苦的根源 啊 这就是佛陀 让我们要正视现实 要离苦得乐 好 听众朋友们 那么今天呢 给大家呢 说了这个 这个拜华佛法 因为时间关系呢 就到这儿结束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好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